因为现在都讲北上广 你知道北上广的面积 占全中国的面积0.33% 加上15个 他们现在叫新一线城市 加上15个 也就占全中国面积的3% 那么在97%的广袤的土地上 我告诉你有大约300个地级市 3000个县城 6万个乡镇 还有几十万个 不是四万个乡镇 66万个村庄 然后人口是70% 所以现在的商人 做买卖的人 你要能把买卖做到这个市场 下沉到这个市场 那不得了了 对吧 就像我有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北上广 其实就像是盆景一样 而且我们都生活在自己讯息的同温层 大家朋友圈每天都是焦虑996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方 其实你在县城它没有这种问题 然后我最近开始看快手了 就是我很喜欢看快手 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快手上面有一个人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造了一个飞机 虽然只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就是一个A320的一个模型 造了三年 就是他把那个整个过程 每天直播他造飞机的过程 然后你说他会为996这个焦虑吗 他就不会 他在做一个特别有梦想 特别浪漫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 是不是这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把目光啊 这个心理学家马斯洛 那美国人怎么讲马斯洛 马斯洛 马斯洛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 人呢先满足了生存 然后再寻求精神的满足 对吗 可是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奇观呢 就是北上广的这个大城市的年轻人 你看他们下的那个软件 比如滴滴啊 或者什么 都是我的工具 外卖啊 让我节省时间 让我能够更快的挣到钱 反而他们是在忙着生存 那倒是三四线的呢 他们又这个慢生活啊 他暴露出 就对他来说 他下载快手啊 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抖音啊 这特别火啊 就对他来说 需要满足的 反倒是时间需要消磨 反倒是这个精神世界的这个需要填补 需要有娱乐来填补 你看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有意思啊 之前人都认为 你要到一个异线城市 这是北上光 这个地方才可以发展你的体验 北上都钱都花光 基本上是 对 因为这三个城市我都住过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原来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你要走到最顶级的一个职业的水平 你必须得去这些地方发展 要么是这样 要么是这样 只有这两个选择 但是现在就是科技方面 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软件 就是让原来远方的东西靠近一点 而且你不用去找他 他就可以去找你 都是连接 脸通的对吗 我觉得就是看看你要寻找 就是寻找什么样的生活 你追的东西是什么 我问你啊 就是你比如说 实际上现在啊 就是个全球性的趋势 逃离伦敦 逃离纽约 就是因为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了 可是他们讲呢 这里边欧美和中国还有一个不同 比如对于欧美来说 我如果从大城市选择去一个乡镇去生活 这不代表我的社会地位 或者社会层级的下降 对吧 这贵族 英国贵族到哪儿 在村里 他也是贵族 对吧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 就是这山望着望着那山高 这话都会说 就是就是我我觉得 我这个地方就是永远没有出去过 那些都是很光亮 就是很值钱 就是很值得我去追 去了解去碰一下 但是到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会发现这个和我想象是不一样的 反正我就能说是大城市 我不是特别适合住这些地 长期住这些地 因为我觉得生活的节奏太快 真的太快 我觉得我想享受我的生活每一分钟 不但是我洗衣服也好 还是什么偶尔我就会选择 其实我的生活也忙 我会选择自己用手洗什么东西 还是不要用电脑 还是手机写一段东西 就是用值和笔 因为我就是想要享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一部分 我不要离它太远 不管是这个科技是发展的多厉害 但是这个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 叫什么卢卡斯 他讲一句话 他也挺有意思 他说那个如果不是为了跟人在一起 为什么要承受曼哈顿的高房价 那么你看你像你讲说现在大城市人都是孤岛 可是实际上你们为什么你们不还是往里 你们要往这里挤呀 比如说我认识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一个开文艺青年 都有开一个小树店的梦 就觉得因为大城市它的这个房价也很贵 然后地段也很高 因为生活节奏也快 觉得承受不了一个小树店的梦 到三四线城市开个小树店 然后那个地方政府也给很好的补贴 因为觉得是文化产业 但是开不下去的 就它没有一个人群的集群效应 包括他们也受不了这个小城市的人际关系 然后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密集的程度 和相互之间的打量 审视追问和亲戚之间的相处 所以他们最后又逃回去了 所以还是就是你问的那个问题 看就是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就换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没有人会看你的书 永远不会看到你写的字 你还会写吗 那我就不写 你不会写对吗 因为艺术就是需要一个观众 就是会享受你的东西 比如说我 如果我今天早上我在设计一些新的菜 就是我们的那个小饭馆 我就在自己问自己 如果没有人会吃到这个东西 你会摆盘这么精致 还是你会摆盘的风格是一样吗 还是你就会注意做好吃 因为你自己爱吃 你自己要生存 如果是全世界 只有我唯一的人 我一个人 很孤独 我会怎么样过日子 这应该就是最纯朴的一个思路 这是城市的人的魅力 我告诉你一个例子 大概许多年前 台湾有个做 二十年前做电脑大企业 大企业家赚很多钱 然后他回到他的故乡 大陆叫黄阳村 开展了一个工程 他在那边 他爸妈的故乡 投下很多钱 那地方很穷 他说要干什么呢 这么穷呢 因为那些小孩成长过程 看不到世界 要去北上广打工 离开家里等等 所以我做什么呢 我是搞电脑的 然后我有钱 Deep pocket 口袋够深 然后丢钱下来 我要接你 叫千香万财 你们不用出去 每个家庭 每个小孩一个电脑 而且连接网络连接了 把世界的窗户打开 什么过来 让你们在那边 也可以学习上班 很大的计划 做了几年之后 没有很成功 那些小孩还是跑 那就去追 他的员工去问那些小孩 你不是可以跟家里在一起吗 跟你习党同学 什么都可以享受 对都在那边了吗 你干嘛还要跑吗 然后其中很好玩的 那个报告 好多小孩都是说 我受不了 我难以想象 我一辈子以后 就是跟这些人 一起出生 一起成长 一起到老 你就在那个地方 这个意思是说 甚至说你们商处很融洽的 像美国一些community 一些社区什么 很好的 大家每个人认识 每个人什么 so what 我一辈子就跟你们在一起 不是说你们是不好 没有新鲜感 不是不好 是不够 我的生命还有更多的追求 所以刚刚文涛说 我们要什么下沉 这么开脱 好你有你的录像 可是我觉得 我们要更有大致 我们要国际化 以后援州拍改 英文版 语文版 法文版 你要这么想 往外打开 我们的命运就真的下沉了 来死亡 我连外语都不 我也算 配音嘛 潮流 所以说我觉得 你看咱们为什么找罗朗 我明白了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两种 有一个概念 叫异乡人 其实你看 他反倒像是 陶渊明 陶渊明你知道是谁吧 他反正像是陶渊明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 好像我们现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像他如果到西北还是到西南 其实你反倒能观察到 比如说是这个爱爱远人村 一一须里烟 什么久在繁笼里 富得反自然 回归自然 陶渊明实际上是个做官的 对 他到了农村 他能带着纽约人的眼光 来享受到这个 可是呢 在那个地方的人 看不到 他们是不自觉的 我们还是想象着 到乡村去 他们应该穿着这个蓝布的 朴素的 民族服装 可是实际上他们已经变了 我去贵州 好 你知道 其实你也很为那里的人民高兴 因为发展旅游业 他们日子不用那么苦了 但是呢 他们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村的演员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们一个团去 导游提前在车上 就跟那边打电话 然后那边团里说 哎呦旅游团 要来了好家伙家家户户 开始化妆 都有那个粉末登场 他平常不穿民族服装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一到村口 我一看一帮黑 就是脸化黑了的兄弟姐妹 就来了 然后就是跳着舞 把你拉到他的家里 然后就让你感受他们的生活 可是等我们走了之后呢 人家卸了妆该干什么 是因为这个有一个代表性 是因为就比如说 有人过来你家 你会给他什么东西 你会铺出来就最好吃的东西 没有人会去你家 然后你就说 这是我们普遍的东西 这是我们刚从地里 挖出来的那个白菜 享受 好好享受 好好吃 没有人会这样给你解答 重点是不确定它是最好的 可是它是觉得 那是理想来看的 最符合期待的 好多年前在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有个漫画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讲 很简单的漫画 就在一个原始部落 那些土著 原住民都在那边 其实都喝着可乐 看着电视 听着收音机 然后第二张漫画 就是有人用望远镜看到 有条船来 马上告诉他的同伴们 美国人类学家来 赶快 赶快准备一下 准备 第三张漫画就是 他们马上把电视机 收音机 可乐 扫到床底 然后把他们那个 把脸就像你刚说了 化妆 化了油彩 全化 拿了盾牌 出来跳给美国人类学家 来看 而且他们 说回 那个漫画 作为现实的 对啊 那些地方的美学 也不一样 化妆 我记得我曾经 跟几个朋友 去中国某个地方 异教 教了一阵子 然后结束的时候 当地的人很感恩 举行一个晚餐 来感谢我们 是一个晚宴 他们当然是 穿上大红大紫的袍 然后化妆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美 他们的村 在他们的眼里 他们觉得 北上广来的人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在贵州的西边 卫宁的上面就开花村 一个小小的地方 都是小熟民族在山上 每一个春节我就会去 大概一个月 帮他们载年珠 什么这样的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是骑摩托车 那时候 开始 1010年从卫宁到前洞南那块 就是挨着广西 也是我一个 我认识的一个 一个洞族的朋友 然后在洞宅那个地方 他们那儿没有路 只有一个这么宅的土路 就是骑摩托车上去 然后去的时候 他们穿的就是那种衣服 他们是天天唱歌 因为唱歌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 所有以前这些 民族的历史和故事 什么就是在他们的 那个音乐里面传下来 然后他们吃的东西 也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传统的 去的时候 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 深刻的印象 白天唱歌 晚上唱歌 就是一直在唱歌 然后他们做的 吃的也是 对一个厨师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过了五年之后 我回来 已经铺那个水泥路 上去就是非常方便 但是那个时候 我不认识 因为都已经改变了 去的时候 我是刚好 因为要回去这个地方 录下来他们的歌 我就买了在美国 一个很高级的 那个录音机 到春子的时候 我就问这个老太太在哪里 她说在那个地方 她的家已经变成 一个小埋布 有各种各样的 那个小零食 可乐这个东西 衣服已经改变了 不穿他们自己手工织布的 那个衣服 喇然的衣服 然后有那天晚上 我就说 我带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可以录下来 说哎呀 不想唱歌 第二天 我就是在他们房子 就原来住的那个房子 睡觉 第二天早上 就是这个旅游团 有那个面包车 一个一个来 孩子都准备好 穿他们的传统民族的衣服 过来唱歌 他们就是在家家乎乎的家 把他们准备点东西吃个饭 他们就参观一下那个小袋子 然后就走了 当时我想到一年以前的那个去宁夏 骑自行车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看一种鸟叫画梅 画梅 对画梅 就能唱歌很漂亮的 对 然后当时我看它在一个笼子 就是人有六鸟的那个习惯 然后那个鸟就开始唱 我就录下来用手机录下来 后来我在想就是 你越好你越美 我们就要把你藏起来 关起来在一个笼子 我也是人 我也想发展 我也想看电视剧 我也想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对 他这个比喻特别好 这就好比说 刚才咱们聊天 他是出生在德克萨斯 对吧 对 那么如果我们去德克萨斯 我可能会问你的父亲 牛仔裤 牛仔裤 你穿了一个牛仔裤 给我看你的那个 six shooter 你带我出去 西伯爺引力院 那德克萨斯还是这样吗 其实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 你看就是在中国 旅游经典发展的 也是这么一个思想 就比如说很多外国人 也爱学功夫还是什么 他说我要去中国 然后到了上海的时候 你们那个 衣服不是有那种扣子吗 对筋的 去哪里去哪里学那个武术吗 他说你去河南 小林寺你可能去看到了 这里没有 那你们那个炒饭 你面对 就是他认为就是在他的脑子里 人就是这么定的 人应该是长得是这样的 科板印象 他们应该是怎么怎么做 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怎样的 像德州人不是连睡裤都是牛仔裤吗 不是 所以你看这老罗他还是永春高手的 你知道吗 他当年到中国学永春 但是佳慧你觉不觉得他刚才讲的 确实现在就是一个全球 联合国应该研究研究咱们这个话题 咱这个节目真能上联合国 这是个联合国性质的问题 就是说也许到最后某种民族文化就像这个画眉一样 如果你要让它存在 你就弄个笼子 让人们来观赏叫保护 可是对于笼中的鸟来说 我也想从三线城市变成一线城市 这个矛盾 联合国应该怎么解释 一场生活也是 像香港我记得以前我参与过 要保护老区老房子 有些三层四层的二次大战前的老房子 有一阵子政府说要拆 我们就很热血 说不行 文化遗展要保护 什么要让 而且要不然把人家逼走 那些居民要住在那边 结果其中一个居民就跑来说 我也想坐电梯的那个大楼 你干嘛一定要保护着我 逼我在每天走楼梯走四层 是不是说有些东西的消亡是自然的 早晚也会消亡 最后会变成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一个存在 其实博物馆是很有意思 但是你想住博物馆吗 真的 其实我原来我可以说 那我得被作成标本 说实话我原来也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原来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 我记得走了差不多半年 我一个校友他就给我发一个邮件 就说怎么样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像这样呢 你那个朋友做什么呢 然后我们的食堂饭还是一样难吃什么 然后他说哦对了 那个用河宫那边你以前特别喜欢穿上那个胡同都被拆了 然后很难过我就觉得哎 这么漂亮 因为确实中国人不是觉得外国人都喜欢去看胡同什么 就想住一个色贺院吗 对 因为你就想去体验跟你本国家 你本文化当中没有的东西 对 你要去 这是为什么我说实话 可能是很多人不会喜欢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真的不理解 那么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 然后就是要吃汉堡吃披萨 就说我不吃中餐 我不做这个 我不想融入这个文化 那你要不就留在你的国家 对吗 不是有道理吗 你这个同样的 我跟你有同感的问题是 我不理解有些中国旅游团 为什么还要酒店 当美国还是要去中餐 提供那个热水壶 要带着榨菜 要带着方便面 你为什么不去尝一尝新鲜的食物 那这个你吃三天 我吃三天的这个西餐 我现在我也受不了 我要吃越南河粉 你没有吃我做过的菜 对 但是我觉得刚刚他说的 其实也是我一直特别大的一个困扰 把人家当成一种景观式的东西 然后你自己回到城里 然后展示一下 你跟他们的生活又离开了 只是把他人的生活当作是一种景观 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悖论 包括我后来其实觉得 这是因为城市生活太 真的是太没意思了 或者说太同质化了 就我听到无数的作家跟我说 说城市无故事 你知道 就是因为觉得城市是没有故事的 它只能记录人的生活某个片段 但如果你要找戏剧性的 永恒的 有特色的东西 你就只能去这个县城 乡村 少数民族 但是你去 你又把别人变成一种景观 并且希望别人永远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永恒的矛盾 你比如说 所以我就开始解释了 这个就是罗朗一开头 他是 其实你还是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没错 实际上在人家眼里 你还是个老外 对 所以你的乐趣也就在这 就像比如说 我也可以到欧洲的一个乡村 住一个月 没有问题 但是一辈子呢 但是你要住一辈子呢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去 光就是我09年 搬回来中国的时候 去看这些胡同 我就是搬回北京 去看了这个拆了 那个拆了 我一过去看了 就是那边人住的 就是一个姓房 真的这样的 但是你北京 夏天八月份的时候 你去体验过公厕吗 确实是他们想觉得 就是如果政府给你换 一个高楼的 你这块地收起来 然后就给你新的家 谁不愿意 有暖气 有自来水 有这个东西 我贵州的朋友 原来去的时候 他们就是家里 都没有通电 每天早上 我要去河边跳水 就是在卫宁那一块 我觉得 这个很有意思 什么 他们也是一个 一个小转房 小小的 就是那个村子里 有几个家庭用的 那个厕所 对吗 对 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吃的什么 肚子不舒服呢 你生病了吗 你发烧了吗 你觉得这个 一直用这个是方便吗 所以这个不对 这是为什么人觉得 你是一个富裕国家 为什么你没有坐飞机要过来 我坐飞机从北京飞到西安 那中间呢 那么快就几个小时就可以 你一切你都错过 如果我要去旅游 我要真正的了解 这些人是怎么过日子 这些人是怎么生存 这些人呢 每一天的那个生活习惯是什么 他们怎么生活 这个对我来说才算是理由 而且是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旅游 我说我要去旅游就是要去三个月 不是我去巴厘岛一个星期 还是我去日本五天 对我来说这个没意义 那叫观光啊 对 它确实啊 就能体验到 你比如说我是觉得好多啊 你想不到的 比方说我去过那个秦岭 他们带我去秦岭的一个大山里 有这么一个县城 闪南那边的 对 闪南 对对对 闪南秦岭 哎 你一去 你想不到啊 你要走很远的山路 但是你一到了那个地方 其实要不说真的 这个咱们中国这个经济起飞啊 有的时候你真是看看这个 你想不到有一个这么发达的 突然有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县城 但是那个你要走很远的山路进去 但是呢 你看你一去 那是个羌族的一个自治县啊 还是一个什么 好 我一看就是也是我们那个一进门口 大街上都摆着那个火盆 全是叫跳锅庄舞 然后我听说是当地公务员 要不说 就说公务员带头 当地政府干部带头 下班 六点钟下班之后 在那跳锅庄舞 就要营造这个羌族的这个 这个哈这种 哗哗哗就拉着游客 一块跳这个锅庄舞 然后我就觉得这里边 有一种人情美 这就有 你在大城市见不到这个 就比如说接待我们的这个老总来了 就说这个一定要喝酒 但是今天这个不好意思 我这个发烧 这个39度 39度啊 说发发发发发 很不舒服 我说那就好了 那我们早点回酒店休息吧 那就不用了 那怎么能行 然后说打电话叫他的秘书 叫我们那医生来 叫那医生来 哗哗哗 我一看一个白大腕来了 他说你们 你们那个什么 先坐一下 我上洗手间 然后待会儿从 那医生跟着他到洗手间 然后我一看出来的时候 就拿这个吊瓶就出来 那医生给他吊那个小柴壶 然后就说 哎过来 就这儿就吊这小柴壶 哎远方的来客 是吧 你们来到给我们这是什么 蓬壁生活 我先干为净 光光光就是三杯白酒 这样的老总 我看每半年 要换一个 而且你想不到 就那个县城 每天晚上放烟花 天天晚上像过节 但是他们说呀 周围来旅游的 就想看这个 就想熙熙攘攘啊 他说我们这是个旅游区 就是周围的地级市啊 什么都到这旅游 就是每天晚上不夜城 你不要以为 只有上海才是不夜城 他这每天晚上不夜城 那真是人民都是 跳着郭壮舞 然后嘣巴这烟花就在 你想是在大山深处 你在一个欧洲小镇 你怎么可能见到这样的奇观 你说 但这个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个人觉得没意思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 他就是想 你看他还是想找那个原始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去旅游 只是 其实我认为最难的是 我知道我脑子里 就是在我影响当中 我想象中的 想去看了什么 就像清令山的那个时候 我记得 从小时候 我看妖洞的 就是有这些黄土高原 住在这么一个 没有绿草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有小米 有那个 就是辣子石刀菜 就是陕西八大怪 对吗 就是很多辣椒的东西 而且用那个石墨 那个粘 就是由驴 转着这个粘 我就想看这个 哪有人现在这样生活的 我非要就去 去看那些 老头戴那些白毛筋 我真的想去找这种 因为我从小就看到这个 必须还有存在 问题在哪里 你怎么去找 如果你在网上能收到这个东西 那肯定是已经变味了 如果你守不到的 也不一定存在 你也不知道怎么走 所以你就是 必须得走一步 看一步 走一步 看一步 你就是走这个地方 就问你这里当地 有什么特色 不是你宣传出来 就是兰州拉面 还是什么 都是你这个当地 我们有一个小菜 每一家他们都会做 这个盐菜 还是鲜菜 还是泡菜 什么 你可以通过这个 然后看在哪个菜 哪个盘子上的东西 运用这个东西 这个原材料 然后你就说 这个什么菜 这个叫这个菜 是这个地方 你这几百公里 那就会去那个地方 然后就像你说跳舞的 我还记得青海 我去一个地方 原来是我没有目的心要去 我本来就不知道 这个地方存在 一下把自行车推进去了 然后在一个广场 特别小 就是一条路的 一个小宅子 快下泰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那个广场 就会牵着手就跳 没有原因 没有就是因为有旅游团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味道的文化 那是两种 你看我说的都是跳舞 它不一样 行为是一样的 就是动作是一样 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哲学 我觉得这个是我感兴趣 但是去那个地方 就是大概六点半 放那个鞭炮 然后七点就是他们开始 就做 歌舞表演 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假做的 就像人类学 他们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 你不能观察一个文化 而不影响到这个文化 或者这些人 你一看它 你就是把它变了